你可以看到 這邊是由不同大小的圓 所組成的一個波形 轉動之後所組成的一個波形 這個波形很像方波 它用四個散影波就逼近了一個方波 那另外這邊是一樣 由散影波來逼近一個類似三角波的東西 所以我們用Sine和Cosine波 就可以用來逼近很多波形 事實上它可以用來逼近任何一個波形